那時候剛入行的時候 就是大園空難的時候嘛 然後那時候的話 因為那個整組機組人員 不是都罹難了嗎 然後那時候的話大家就說 奇怪那個飯店的人就傳出來說 為什麼在固定的時間就是 那一批空姐們那個check in的時間 然後關起來 然後那一陣子都這樣 直到做頭期 那一陣子都還是這樣 所以後來的話 就是有一些人的話去飛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很害怕 因為確實 電梯會突然之間這樣打開 還是繼續在他們的崗位上 對 就還是信息在那邊這樣子 機長不一定是飛客機嘛 有時候飛貨機cargo嘛 cargo就是半夜起飛 cargo就是一組組員而已嘛 有時候如果8、2小時之內 就兩個人這樣飛 我們一上飛機之後呢 當然就是領帶什麼都拿掉 有時候穿內衣飛嘛 比較輕鬆嘛 開始聊天了 Jerry姐我們等一下去哪裡 真的是穿內衣飛 真的穿內衣飛 穿輕鬆一點 穿輕鬆一點 我們就聊天說 我們等一下到這個拉斯卡 去安克里吉要吃什麼東西 就聊聊聊 聊完之後 門就敲了 敲自然反應嘛 門敲了 就是做商場要幹什麼 我們就 打開 打開就繼續聊 怎麼沒有人進來 沒有人進來沒關係 再聊嘛 等一下吃什麼 牛排要大幾盎司 大概10盎司吧 咚 那個 Call來了 就是機長 做商場打電話接電話 Call來了 他就接 機長接完之後 哈囉哈囉 沒有聲音就放了 我們剛剛聊哪裡 牛排 那一家牛排不好吃 那一家牛排比較好吃 登 又小了 我比較快 我進來 進來 欸 學姐 有什麼事嗎 學姐 喂 學姐 有一個女孩子哭聲 我說喂 喂 因為他整你們那麼多次 你們都沒發現他 當然哭啦 真的 結果我想說奇怪 怎麼這種小女孩子哭的聲音啊 誰打來 奇怪 怎麼都進不來 是門有問題啊 機長說 欸 Lawrence 我們今天飛什麼 在漁獲啊 今天上面幾個人 就是You&Me You&Me 哈 You&Me 誰打來的 而且剛剛誰敲門 他可以帶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 還有帶了 我們趕快把所有燈打開 把門打開 他們想要跟你聊天啊 對啊 社群哥 聊什麼天 因為他們可能真的知道 很無聊 可能真的是用那一家餐廳 好不好吃啊 他還想告訴我 對 他也有建議 沒錯 其實我跟你講 搭飛機就是放鬆心情嘛 一切把它交給 專業的機組人員 去處理就好啦 那有的時候呢 空姐跟你說沒事 不一定真的沒事喔 好不好 有時候銀卿看到他騎火 也不一定是有事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他們最強 下次見 拜拜 住手 完全是... 看著我 Ven 天 走吧